来点汤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小白菜烩豆腐 来用心做好菜吃出健康来 先把这个白菜洗净 切成一寸长的段 你看看这个叶子这么切 再切成一寸二长或者一寸半长的段都可以 泡好的粉丝不要过长 不要过长 通常就是三十公分长就可以 咱们这么放 你看看 你这样这么横一刀 这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放到碗里 带用 必须要改刀 这个泡呢就是用开水 把这个粉丝泡上五分钟 就这样 切一下 愣豆腐 六两 咱们河北这边这个叫内子豆腐啊也行 先加盐 盐不要给太多啊这样 还可以少放一点点花椒面 哎这样就行 炒放上点干淀粉 土豆粉啊土豆淀粉 好了这样来 朋友们 两个鸡蛋 用勺搅动一下 蛋液轮上 都挂均了 然后呢 咱们开始 把这个主料 炸锅 开始煎 煎至两面都是金黄色 还好 换一下勺儿 葱姜 下锅 这个时候呢 要把这个叫虾皮啊 叫虾皮 也下锅 来个 玩一种爆月一半条 放下面去了 再继续加热 现在呢 往里加的是 白开鸡 这个时候呢 可以把这个 豆腐 这么打成块 本身就切好的块 你再这么打开 现在可以这样 再上盖 往火烧开 赶成小火 看一下啊 这样 一会儿见 朋友们 看一下颜色啊 豆腐嫩 鸡蛋也嫩 颜色也好看 现在呢 是三分钟 最好能达到五六分钟 颜色更好看 把这火腿肠下锅 加上盐 盐 这些 加上味精 或者鸡精啊 这个汤呢 里面要放点鸡精的味儿 才棒 这样啊 这样啊 鸡精 胡椒粉 胡椒粉呢 放冷水里啊 把它搅动一下 还要变成疙瘩 阳那成疙瘩 口调准了就行了 现在可以把这个牌的下锅 看一滤就可以 粉则下锅 最后这个葱下锅 颜色还好看 非常富贵 这个颜色红绿相间 少放点香油 出锅 看看咱们的小白菜绘豆腐 来点汤 再来点粉条 这细粉汁太棒了 看看 非常的开口开胃 咱们在家方便的时候 可以这么做一做 好了 今天这个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各位观看